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访问太平洋岛国 增进美国与南泰国家的接触 也是为了抗衡中国在该区域日益扩张的影响力 美中两国在当地的形势对比如何 南泰地区又是如何看待美中澳新这几个国家的力量争端 今天我们邀请到台湾东南亚与南亚协会理事长 台湾淡江大学外交系荣誉教授林若瑜教授 来分享他的分析 欢迎林教授 卡拉你好 VOA的大家观众 谢谢 林教授我们说到太平洋岛国 我们看到美国可以说是在冷战之后 就几乎是忽略了这个区域 但是同时中国是近年来在当地谨慎布局 那么目前美中两国在当地的形势对比 是一个怎样的情况 为什么这个地区这些国家 对于美中两国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呢 当然美中两国的战略博弈 又回来关注这个南太地区的这些岛国 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一次这个 西尔曼跟甘乃迪大使去访问五个国家 包括东加拉 索罗门 撒摩亚 跟纽西亚 澳洲 而且惠中也就是这个整个的过程 就让美国也决定在未来 除了吉里巴斯跟东加 希望能够增设大使馆 那美国也希望回到索罗门群岛再重新开放 那我们了解到 由于这个地缘战略的关系 重要性 我们看到南太的这个岛屿国家的重要性 不只是 不只是中国美国所关注 当然也为临近的 纽西亚澳洲大家所关注 那这些 基本上说起来 都是在美国的印太战略 跟他的民主国家的联盟 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 可以说是兵家必争之地的 所以现在看起来就是美中两国 当然由于过去 就是二次战后美国八十年来 事实上没有把很多的心力 放在南太地区 所以让中国有机可乘 那这也是难以避免 那我们看到 中国非常努力的在 经营南太 不管是萨摩亚的这个港口也好 或是其他地区的帮助 这个气候变圈 或者渔业资源的协助 都是无所不用其极的 尽全力来帮助 那我们也看到 美国现在了解到 这个第二岛链 就中国大陆透过 穿过第一岛链 来南太平洋的第二岛链 这样的一个 就是可能在南太地区 有建立他的军事基地 这样的作为 的确让周边国家 包括很多澳大利亚智库 纽西兰的国防部长 大家都是非常的小心谨慎来观察 那我们也了解到在未来 这样的局势就是针对南太的 这个竞争角逐 比方说美国这一次提到说 他要透过国会 在这个就是PIF南太岛屿 这个联盟会议 每年希望有6000万的美金 来支持渔业机构 那这样的一个态势的发展 我们就是了解到 美方 美国已经了解到自己 在南太的经营 似乎有点落后 那么中国的经营 加大它的影响力 那这个部分就必须要 小心谨慎来应付 希望能够扭转美国现在弱势的一个格局 大概是这样 是 美中两国都是各自采取了一些动作 但是对于这些南太国家来说 他们的态度是怎么样的 我们看到这一次 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 在访问索罗门群岛的时候 他参加了这个二战的一个战役 这个瓜达卡那岛战争的这个纪念仪式 那么当时呢 日本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部长和官员 都出席了这个纪念仪式 但是索罗门群岛的总理索加瓦雷 却没有参加 那么也有评论认为说 这是对美国的一种怠慢 您怎么看 这个情况我想 就是南太地区的岛国不愿意作为中美两大国家的棋子 所以在某些时候 就会关注到中国大陆 深怕得罪中国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在今年7月的时候 吉里巴斯也退了 没有参加南太导国会议 导国论坛的会议 那这一次的80周年的这个典礼 那我们看到 其实有一些国家也是想要表态 像中国大陆表态 就是说 它是比较独立作业的 不想得罪美国 也不想得罪中国 这样的情况 事实上 就是也是会让南太岛国之间 有一种分裂的倾向 比方说亲美的 或者亲中的 那中国大陆 事实上曾经想要在6月的时候 能够跟10个南太岛屿联盟的国家 有这个太平洋区域协定 但是最后也是因为内部 这10个国家 这个大家的意见不一致 最后也没有达成 所以事实上 美中两国的战略 争夺在南太地区的影响力 事实上已经是 是如火如荼的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说 南太国家因为它的资源少 以渔业为主 所以也非常重视 这个像是海平面上升的问题 极端气候 气候变圈 大概都是 这些南太国家所关注的 然后美国或中国 可以对南太国家 提出什么样的协助 或是在经济上的援助 大概是南太国家所共同关切的 大概是这样 那目前美国和中国对于在南太这个地区 他们的这个权力制衡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趋势 有哪些重要的事件对于这些南太国家比较重要吗 当然我们看到就是 美国也是极尽全力的 要争取 你看这个不久前 布林肯 才访问了南太 那现在这个副总统也去 再加上最近这个Wendy Sherman 跟着Cassidy Kennedy都来了 我们可以看到 这样的用尽全力的来支持 希望让南太国家能够了解美国的诚意 我们也看到最近澳大利亚的智库 或者国立澳洲大学的学者也提到说 可能在南太 这些国家会了解到中国或美国到底谁是真正的朋友 谁能够来帮助南太国家或自己本身 那么在气候危机或者海平面上升的问题 就是大家所非常关注的问题 到底中美两国能够提出什么样的协助 那因此我想美国已经有 我想从二战以来比较轻忽 那事实上因为同样同属太平洋国家 那么在传统上或在历史的这个情谊上 还是有比较好的一个基础 那当然中国的介入 中国在不管在吉里巴斯 在所罗门群岛在东加或者在萨摩亚 在每个国家的这个经营 大兴土木建设 基础建设的实施 也是让南太国家会担心 是不是中国想要在南太地区建立它的军事基地 类似像中国在南海周边的人工岛屿 军事设施 那也让南太国家非常担心 这种军事的设施的建立 会非常危害南太地区的安全 那基本上都不愿意成为 中美两国的大国之间的棋子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看到南太地区 即使中国的极力的拉拢 但是这个大国角力 未必能够成功的原因 那这个情况我们看到 太平洋岛国论坛 中国希望好好的经营 然后这个像王毅外交部长 或是各个重要的官员 一再的也是来造访 这个是我们可以了解到 在未来南太地区的国家 虽然很贫穷 但是并非不了解 中美两国的 他们的实际利益所在 或是中美两国战略的利益 在太平洋南太国家岛屿论坛 怎么样来施利 他们也会有他们的一个比较客观的 而且也会互相来协调 来针对美中两国的角力 会做出适当的回应 那说到美中两国的这个对峙呢 最近美国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的这个事件 可以说是将美中两国的几张关系 又推到了一个小高峰 那么这一系列的事件 以及中国所作出的反应 太平洋岛国是如何解读的呢 那当然全球的中美的 从2018年的贸易战以来 又等于是一个扩大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 全方位的角逐 那么南太国家也看在眼里 我们看到不少的南太国家的学生 也分别到像是美国 中国或者台湾 来做他的学术上的研究 或者留学 那这样这一次的佩洛西的访问台湾 事实上也是在全球 丢下了一个很大的 类似像炸弹也好 或是这个很重要的警讯 那事实上南太国家 其实在过去多年来 在不管是金钱外交 在中国或者台湾之间 以及近来就是美中的角力 大家都了解到 唯有保持冷静跟理性来看待 那这样的争端争夺 就是美中两国继续在南太的争夺 在未来十年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在亚洲地区 在南海的主权的纷争 这情况也类似说 佩洛西虽然访问台湾 也是糟糕全世界的这个民主国家 就是说美国也不会忌惮中国的力量 那么该要在这个有相关的关键时刻的时候 美国要加入民主国家 然后希望在亚洲国家 得到比较高的信任 所以美日印太或是跨市国的 或者钻石联盟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民主国家的联合 来对抗这所谓非常威权的 然后以大国的一个中国的利益 想要来介入这种军民的合作 或者军方的力量 在全球的部署 我想这是很重要的 是 今天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就只能先说到这儿了 非常感谢林若玉教授 参加今天的节目 给我们带来的详细分析 下面在节目中发表的是 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